各位大家好,我叫Misjo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就是 可能跟之前人家一樣,他們是怎麼網路啊 什麼之類的,有什麼客氣 那算是有點有地的,不信任 那我今天提問簡單來講是那個人民販運審判 那大概就下午你們兩個人 大概請知道你們要講什麼東西 那我想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在信任回答就好了 就是你們對於現在的一個司法審判 你們覺得公正嗎? 就是在可能過去的一年兩年裡面 就是你們會聽到一些時候想的一些 就是一些刑案啊,民事室的一些案件 這些想看的結果出來的時候 在你們的心中你們會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結果是你們覺得一個符合 就是你們心中的一個期待的嗎?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你們心中 可能已經有那個答案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 就是過去這幾年來 中華民國的一些司法審判的影片 那在這幾年其實會有一些案件 就是蠻有爭議性的 那會引起一些社會的關注 那這邊的話就簡單來講 就是包含就是2007年 那會有一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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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就是覺得時間要太短 所以這個男性呢 他還沒有一個就是 那就是引起 就還不足以引起 他這個氣欲 所以說就裂不起 那再來就是 那再來就是 2010年 會有兩個案子 兩個案子是幾乎一樣的 那都是那個女性的幼童 那就是6歲跟3歲 那同時就是 那就是同時 要用比較重的刑罰去懲罰這個犯人 可是罪法法院認為女童 她就沒有明確地表示她不要 所以你用這個比較重的罪法是不合適的 你應該用比較新的罪法來懲罰這個犯人 這個蠻多的一個案子就是引起社會上的關注 當然我們並沒有說法官一定是對的或是錯的 不管怎樣 他們的一個結果會有引起的一些民怨 帶來反應他的情緒 在公共前面有一個白玫瑰運動 主要是由於上述的那兩個案子 那時候台灣的社會會認為說目前那樣司法是很公正 那通常就是對於這種欺欺犯人是判之為太親 而且目前就是法官在一個案子裡面 法官只有三個人 換句話說如果你有錢有權 你只要買中兩個人你就贏了 還是你就贏了 所以就是包含很多就是有錢的案子 你會看到一則中判二則侵犯 然後三則就是不罪釋放 還常常蠻多種的情況 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台灣的狀況 那我們看一下 在林國日本 那其實日本跟韓國跟我們超過長的時間 都有一些民怨的出現 那這個是在日本很出名的一個案子 跟他要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在1990年的時候5月 有一個女孩子大概是4歲的小年孩 她的屍體被發現了 然後同年的11月就是當年年底的 有一個男子43歲的男子 然後她就被逮捕了 逮捕之後呢 就是所有的證據都指向她 當時警察官司上次握有這個男子的自白書 她認罪了 然後又有DNA的證據 DNA的證據 然後其實還有一些就是 其他就是目擊證人類的指示 所以他們就是逆客就把她起訴 逆客就把她起訴 那可是呢 這個是20年前的案子 那這個案子其實怎麼發展呢 那可能就是剛剛那個時代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應該是不是這一個人還不錯 那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把關 你今天看到這個案子 差這個起訴處 但想一想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一樣是5年 就是1990年5月 李李被發現 然後11月那個人被帶了 然後DNA鑑定跟自白書 他就被起訴了 那這邊要先講說 1990年的DNA鑑定準確率非常差 非常差 當時的日本科學行事那邊 他們也跟檢察官講說 我這個技術非常之糟糕 全國目前只有用過40多起案子 所以他們都保證 但是檢方還是把它用 然後 然後 而且檢方呢 就是事後來講 檢方他15個小時 去整路這個法人 是他15個小時 然後這樣子取得一個自白書 然後他用這兩個證券 把這個法人起訴 而且 起訴處算成動機 因為 這個被告 他登附這個被告司 但是他還沒有結婚 還未婚 所以這個人 他已經是有性功能障礙 或是有點重低 那 起訴處是這樣子寫的 因此是這樣子起訴的 然後 1990年 背後的父親 因為 在他被代理後兩年半 就被棄死了 那當初他是這樣寫的 那93年 1月就去看無錫無錫 2000年 對方法人出國會上訴 從此無錫無錫就立業了 然後 這一個人就是一直上訴 一直上訴 一直到 2009年 終於 終於就是 因為這個案子非常多精神 那什麼過程呢 就是包含是NHK啊 各國的面積啊 甚至於還有就是想說家 就是去寫這部書啊 甚至拍成日劇 來說 你們錯了 警方你們錯了 那 所以 將近10年的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刪除之後 終於2009年 就是終於願意 重新撿件DNA 然後 各位看到就是當時的報紙 發現DNA 他的證據是不一定的 因此 他總共 就是前前後後20年 有快到19年 在那邊讀過 那 這一個是很出名的這個案 那各位可以想說 你們有想到 為什麼會 這麼離譜的東西 為什麼會 把它判有罪 那你們可以知道 如果今天 你是一個有公權力的人 那你看到寫書上面寫 動機是這一個 你還會判有罪嗎 我不想說怎麼樣 是我後來 就把這書丟回去前方 說 但是你查清楚在說 這麼離譜的東西 連我都不相信 那你怎麼告一下 那當然 這個也是 從各位 那當然不是這個案子 還有很多的案子 然後在日本這樣子 嗯 一路一路這樣子 就是 那總之呢 那總之呢 在同樣 好像以前 1999年 7月 日本 他們有召開一個 14%百合的一個會議 那這邊先跟大家講講 幾乎是同樣的時間 1999年 台灣 日本 三個國家 都到 通過了裁判原法 然後2009年 就是12 就是裁判原法 然後當時 同年8月 就是會有首席的第一個案子 就算是實施 那裁判原法 裁判原法上可能大家就是 知道 但是我這邊還是要稍微簡單講一下 一般就是現在台灣 還有一些國家 都要實施的案子 法官只有三個人 他們的籌票 就是多數決 兩個或三個人決定 另一位要有罪 那案子就結束了 然後包辦就是 有罪之後就是要實施 多少幾年 那個後面的事情 那 在日本的台灣原法 它就是三加六 三個法官加六個平民 加六個平民的話 你我 基本上 大家都遇得到 我們的資格是一樣的 他們是抽現的 這樣子 那三加六個就是 這個情況之下 它會進行多數決 那九票裡面呢 必須要有五票 或是更多 然後來說 來決定這個被告是有罪 然後是真的有罪 那這樣的會有什麼好處 它是以前你三個人只要排行兩個人 那被告就一定是無罪 那要不然就是你要讓被告有罪也可以 總之你不要排行兩個 那現在有九個 你必須要排行六個人 你才有辦法 那換句話說 它就是對於就是 司法不公或是像是一種 就是密室交易的情況 的可能性就是把它壓低了 那這個是再次轉的一個情況 那像是六年前 大概是六年前的所有時間 那我不曉得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在日本它會其實 整個民間跟社會還有政府 都很大力的去讓大家去認識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是有什麼髒氣殼 所以總之呢 它出了很多大眾的東西 包含電影 那這部電影我想蠻明顯的 大家應該會知道 然後包含就是 電動遊戲 這些電動東西 就是你去當一個裁判員 然後你要用普通的證據去決定 這個配合是有罪或是無罪 它就很特有遊戲 那當然還蠻棒的 其實還不止這個 還有很多包含日據啊 什麼東西等等 在日本他們很 就是非常 我不知道今天會有商機 然後他們非常看懂 然後他們民間很多公司 都很喜歡玩這個東西 那 剛剛講的就是 包含我國 在東亞呢 三個國家 都分別新散紅的事件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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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遵集的私法改革的一個會議 在日本呢 2009年5月 1999年7月 你能為那個時候招待出國司法派一個婚姻 你就覺得你十二月那時候正在競選 當時的候選人是領先生的 他的是改白例書裡面也有花盆時間歷任由裁選區 審判的一個制度的內容 到現在16年過去了 各位有印象在什麼情況嗎? 連電動遊戲都不出來 什麼都沒有 我不是說哪個當派的問題 因為這16年來是他們都交往過了 什麼都沒有 沒有方便 那江湖東廟其實也有點偏過 他們的確有一個制度 非常詭異的一個制度 那他叫做就是官政制 這個是在司法院的網站直接截圖下來的 大家有些地方可以打那個 因為大家全世界只有我博這樣寫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 那他其實就是以反映一個民怨的一個 所出來的一個制度 然後這是一個適應圖 那大家不能仔細看 他簡單講就把強盛就跟剛剛的日本的那個制度很像 可是很像他為什麼叫官政制 那我們就照日本人這樣講就好了 那他是因為他會有幾點不一樣 那這幾點不一樣的其實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在上會的 他們到底有沒有很認真的去看待 平平老百姓的一個權益 那到底是哪裏不一樣呢 那我們這邊就是直接用表格來看 那全世界的一個人民参 參與審判事務大概分了兩大類 那大家比較熟悉的會是英美的那一塊 就是美國是北城市 那大家看到就是 三個法官站在這裡 然後這邊一大票的賠得很快 然後講完之後就是一大堆就是激情的那個什麼證人啊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律師在那邊演出 然後演完之後就是電影快結束了 就是那個人就進去 然後電影結束一分鐘才出來 他就一直看說那個人有罪或是不罪 然後法官就 又是二死 或是當地的時裝 那這個是英美房的一個情況 那談整治的話 我在這邊選的代表是日本 那日本的話就是 法官跟平平老百姓是在那抓同一牌 然後他們就是一起討論 然後一起投票 那所以他們就是權益之火的票 跟法官的票價值是一樣的 價值是一樣的 沒有他比較大 我比較沒有 OK 那我關於是讓我們待會再想 那這邊有哪兩千步一樣呢 首先是那個參與審判國民的執政權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被抽到 那你今天當了美國的配政團 那你有什麼樣的執政 就是你必須要獨立進行事實倫理 簡單來講是法官他不會管理 你們十二個人是關在那一間的 萬一不會有媒體進來 不會有法官進來說你應該扶判 十二個人就都在那邊討論 一直到你們決定說 這一個人是有幹這件事情 還是沒幹這件事情 沒幹的話就是當女士 如果你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先要看死刑 或是無期徒年或是幾年 那是法官的第二人 你只要說 你兩邊他有收入務作 再來是參與日子 參與日子是你跟法官即興的地位 九個人一切討論 你的意見可以跟法官的一切一切 你可以跟法官的一切一切 因為你的權力跟影響力是九分之一 你没有比别人多 他也没有比你多 那台湾的官省是怎么回事 这个文字完全是比资骨肉从黄跟长达 就是认定有法官立行评议你决定是否差 那这边可能文字太差 简单来讲的是参与审判的国民 你的意见对法官是没有约属意的 如果你说这一个人有罪 可能法官可以不理你 如果你说这一个人没有罪 法官也会不理你 他只会担心你会把这个东西扑上被苏壳而已 就是你讲什么他就是你不重要 简单来讲台湾审判的人是不重要 对他来自没有任何的约属意 你只能够希望法官今天比较有两心 比较有道德感而已 OK 那再来就是何怡婷的表决的方式 然后在美国的审判的话 它是非审判独立的去表决 那意思是正当一样 十个人关在那边 没有媒体 没有法官 没有任何的人 你们十二门投票投完就结束了 还没有人理你 然后再来 参与审判的人 法官觉得你错了 法官就积极地要去影响你 让你也积极地去影响他 总之最后结果是无理事 我是更多 结果是出来的 OK 那 谁的票会比较有权利 那 没有他都一样 我身边有个单书 那单书那其实就不用再讲 那总之每个人都是九分之一 那 我的关税字呢 也是一样 两点 这个你不用看 你不用看这一点 法官单独 屁地表决 那这样也就是 一样是三个法官坐在那边 他们讨论 他们讨论 这一个人有罪就是有罪 无罪就是无罪 那 那 人民呢 还不重要 还不重要 因为法官说什么就是什么 简单来讲的是 人民的表决 对于 这一个施法裁判来说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 真正的判决会是 看上那三个人的意见 今天还是一样 如果有钱 买工两个还是一 那 最后一样就是 你 这个国民 有没有保守 审判秘密的义路 那 那 那 就是在一整日的 美国话上是没有的 翻掉的时候 今天 一旦出去 他们大致的匹立 那 比如说 就是 这个案子是无罪 但是我觉得是 我有罪的 我决定要出书 我要上电视 我要拍什么 拍什么那个影集 来宣承 说 只有我的 只有我的 只有我的意见是对的 其他十几个人 他们都是错的 可以的没有 你没有罪 你没有罪 那大家很有印象就是 好几年前 有个事后约逊普生的案子 在美国有名 他十二个阶段的话 很多都出书 上电视赚了很多钱 OK 真的 所以他们是没有 所以 随便他们可以讲 都没有关系 对 那 在日本呢 他整治的代表 他们是有保守秘密的 换句说 你跟法官九个人 你们有保护这个秘密 的一个 就是义务跟责任 为什么会这样设定呢 是因为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今天如果被告到 他们是那个 被告到他们是那个 是女虫 或是什么幼虫 他们被侵害 你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实力的东西 所以你居下有利物 去保护这个秘密 我觉得这个 我知道各位怎么想 我是觉得这样是合理的 因为你下了这个决定 所以你就不需要保护他 那在我的观点是 他也有 那 这点就会让我觉得很奇怪 这边很明显的是 我们的一线对法官是没有约束力的 我们的一线对法官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 我们不需要保护这个秘密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我觉得 这个人没有罪 但是法官最后期 我是有罪的 我不能讲 我不能讲说 我的意见 他的意见 从天过场 我都不能讲 但是人家会知道的是 我今天在警察 当了就是 审判的一个裁判员 但是 我的意见就是 我不能够讲出来 我不需要听他背书 那 我们没有办法评论 从头到尾都反对他们 那还是不行 我必须要把我这个迷迷 我必须要替他的背书 那状况是这个样子 那 这个就是 目前 就是整体出来的东西 当然 我可能无分的意见 可以感受到 就是我原本 我也会有点天赋 但是 你可以去上他的网站 然后去世俗 去 多判判 可是他的文字 写的我觉得 有点太多了 那 那 讲到现在就是 其实也没有 跟大家讲说 嗯 就是 大家有什么样心得 就是 所以最后介绍一些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些电影 帮后的电视剧 包含就是 那个 美国有一部电影 叫《十二霧汉》 那我没有看过 我无故我想看过 那他个人好蛮喜欢的 然后 还有一个电影 就是《控肺整饭》 然后美国还有个电视剧 就是一半只会弄 他的第四季 还有周刊 那大家可以去看 台面也就是讲说 就是 你要 就是如果今天 有外力去影响这 黑层团的时候 那情况表情是不一样 其实是蛮重案子的 那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 日本的电影 就是相比 差不多一样 然后还有就是 《五毛女》的开判 那他们都是 就是外力 如果去影响到 一些黑层团的 一些权益的话 那中间的一些 运作的一些过程 然后还有就是 嗯 这本的方法 那这一本 那他 我觉得就是 比较平坚 至少比一些 大佛书或网店 都要来展望看 那 嗯 如果大家有事情的话 可以一起来看看 那我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就是道具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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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